好 接下來 最後一點時間的這個國際條 我們來談一下 乙巴的這個情勢 乙軍呢 現在在這個戰事當中的最新發展 是6月15號 乙軍搭乘這個裝甲運兵車 經過加薩南部的時候 發生了爆炸 那造成8名士兵的死亡 哈馬斯說呢 主要是因為他們 走到了一處這個地雷區當中 所以才會引發爆炸 好 6月11號 以色列北部有遭到 大約是50枚火箭攻擊 6月12號 黎巴嫩的真主黨 也再度發射了200多枚的火箭 所以算算總共就是265枚的火箭彈突襲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6月15號 英國的海事貿易行動辦公室 他們有說 有一艘懸掛帛琉國旗的貨輪 在夜門雅丁灣遭到飛彈擊中 然後陷入火海持續的下沉 船員已經疏散了 是由這個烏克蘭業者所擁有的 波蘭業者營運的馬鞭草號 那美國的中央司令部的說法 是伊朗的海軍護衛艦沒有回應 烏克蘭船隻的求救信號 這個部分問一下立將軍 以軍這次來講的話 會造成八個士兵傷亡來講 我看過 我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說 它是一輛工兵車 那工兵是在做什麼呢 事實上工兵是做布雷的動作 布雷是工兵在布 不是布兵在布雷 是工兵在布雷 或者是說排雷 或者是布置炸藥 所以說這輛戰車 這輛車子來講的話 它應該是壓到地雷 然後自己本身車子裡面帶著炸彈 然後產生訓爆 所以這輛車上面八個士兵 才會造成那麼嚴重的傷亡 但是從這個事情裡面 我們也看得出來 為什麼這些乙軍 會有工兵要進入到這個地方去 但就很明顯 它要對這個地方來實施 有一些破舊的建築物 它要來實施爆破 摧毀 所以說它還會帶著工兵物 工兵帶著炸藥到加薩地區 到這個我想這應該在拉法附近 所以可見得從這個動作裡面 從這件事情裡面 我們可以判斷出來 所以乙軍準備在加薩地區的行動 並沒有如預期的順利 他在這個地方遭受到這個 譬如說建築物的回准幹嘛 他軍事他戰車沒辦法走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必須要工兵去把這些障礙排除 帶著炸藥到這個地方去 那當然加薩那邊的 哈馬斯組織來講的話 他設定你這個有工兵車輛會過來 要排除這些障礙物 他就在那邊部署地雷 所以很精準的部署地雷 來攻擊你這個車輛 而且它這枚地雷 應該不是人員殺傷雷 應該是純粹針對車輛用的重量 我們知道地雷有很多重量 這人員殺傷是人踩上去它就會爆 可是它爆炸威力不大 但有些是戰防雷 戰車這個防止戰車大戰車的 那就比它大顆 你人站上去不會爆 這個站上去 因為你如果說人踩上去就爆掉的話 太可惜了 對我來炸戰車的 結果你人踩上去就把這個雷炸掉 所以這枚地雷很明顯的就是說 針對你的這種車輛的重量 來涉及的地雷 很精準的炸你以色列這輛車輛 所以我覺得以這種事情 目前來判斷來講的話 以色列在加薩地區的行動 並不是很順利 以色列北部來講 目前又面臨真主黨的攻擊 它這265枚的火箭彈 是這種舊型的火箭 它是二次世界大戰 二國的火箭 但是那盡頭是沒有什麼盡頭的 但是怕了就怕這些東西 沒有盡頭 沒有盡頭它就亂槍打鳥 它一炮子過來 我們講亂拳打死老師傅 它打到什麼地方去你不知道 它很可能又打到你的老百姓 住家或幹嘛 所以說對以色列來講 其實傷害性也是很大的 這也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另外來講的話 胡塞組織在亞丁灣這邊 它持續的攻擊 我想說對於全球的航運來講 影響應該是很大 那航運來講的話 到目前的話沒辦法暢通 蘇伊士運河沒辦法走 對全球的航運還是很大一個威脅 有關於黎巴嫩真主黨攻擊的事情 我想請張將軍來做補充一下 現在你覺得以色列會打黎巴嫩嗎 因為攻打黎巴嫩的同時 可能可以吸引世界目光的焦點 然後藉此來在加薩的戰場當中 來清場 以色列會轟炸黎巴嫩 它不會地面攻打黎巴嫩 它會轟炸 你看它都是爆炸轟炸 因為它如果進入的話 是不是有雷區 你有雷區的話 是不是又中雷了 我認為這一個裝甲運命車 中的是戰防雷 不是人員殺傷雷 人員殺傷雷的話 它有假車沒有問題 但戰防雷是重磅的 把讓把你炸掉 然後裡面訓爆 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如果以色列 從空中轟炸 它這個空射的雷射導引彈 或者是我們講的 電視導引的這些空對地的飛彈 直接炸了這個珍珠黨的 地面的重要的軍事設施 但是問題是 珍珠黨已經地下化了 它人在下面 你炸上面是露天存放的 這些武器裝備 但是人在下面 是這個樣子 它地下化了 它這方面的戰場的經營 這方面辭職已久了 所以以色列對 黎巴嫩珍珠黨的 空中轟炸的效果是有限的 摧毀它的武器裝備 但是對人員殺傷沒有 那以色列地面部 要不要進入 我判斷不會 因為如果進入的話 這會擴大 就變成擴大戰事了 代理人戰爭 而且這變成造成 以色列地面上的傷亡會中 那這樣納坦亞布 是不是要面對更大的壓力 它地面上的傷亡 又中了這些相關佈置的人員 殺傷的跟戰防雷 還有一個可能 黎巴嫩珍珠黨 都已經設計了口袋戰術 你進來就走這個路線 我這個路線我都已經 火力分配都分配好 會造成你比較重大的戰損 所以以色列 一般來看的話 空中轟炸會持續 或者是用火箭 做一個報復性的打擊 那地面的部隊 我認為以色列會保守 最起碼因為在加薩走廊 這一方面還沒有完全告一段落 不要兩邊分 南邊對加薩 北邊對黎巴嫩珍珠黨 它變成兩邊都在分 這個戰事對大家來講 以色列如果陷入消耗戰 對以色列來看是不利的 這些黎巴嫩跟加薩 反正他們都已經 死馬當活馬役 我們都已經這種生活了 我們不在乎 但是以色列 它是一個先進的這些 我們講的國家 那它如果被這個戰爭所羈絆到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咯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去做好短信 我的小米 絶維交 modo 那裡有的星期 為何給你們的